歡迎回來 當然不只侯友宜 賴清德在國政議題上 也有很多的包袱要來面對 比方說光是館長 對於他到底有沒有做事 就很懷疑了 聽聽觀翔的說法 只顧選舉不顧市政 那我跟你們學生講 賴清德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問他 只顧選舉不顧市政 副總統能幹嘛 副總統什麼都不能幹嘛 副總統是不用幹嘛 國家大事跟他無關 他也代職參選 他是不是顧國家不顧 副總統不用做事 是這樣 副總統有很多國家資源可以用 重點在這裡 所以商總怎麼來 對於賴清德喊話 因為賴清德問說 要支持我可以嗎 那商總理事長 許淑婆給他回答 我要拿什麼支持你 你們把我爸爸的學校 醫生的心血給毀掉 拿什麼支持你 這當然講的是私校被滅的議題 現在這個滅校 幾乎在一個惡性循環裡頭 很多司機需要分分 都要關門越來越多 那麼剛剛才有兩所 接下來甚至最高被統計到 可能會到30所之多 台灣才多少學校 少指的話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惡性循環怎麼解決 私校退場要幹嘛 居然有一個方向 轉移到變成建商列地嗎 那麼比方說賴清德就拋 私校退場這個場地 本來都是國家 支持建校的這樣的土地 土地可以拿來幹嘛 蓋社宅 潘文中說可信可以 只有社宅還有其他的建商 都樂見南部的三校地 可行性很高 可以讓賴清德當選 把學校改成建地嗎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接下來就看他的 這個所謂的政策表現 而侯友宜他指導了 賴清德的本命去台南 在台南這個地方 居然有民眾 農民 直接去跟侯友宜陳情 陳情什麼 他說什麼餘餘共生 根本都是謊言 民進黨推光電 光電能板那麼多 結果不僅生計大受影響 大家指的就是餘溫上面 蓋了一大堆的光電板 但是環境也說太陽能板 廢水都污染了 侯友宜說政府要調整能源配比 不能夠缺電 當居民對於老百姓的心理的訴求 要跟老縣長或者是賴清德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建議你關上來住兩天嘛 就知道我們有多麼的痛苦 那顯然是不是這個問題 能解決賴清德現在 還沒有提出辦法來 所以綠色的弊案 在台南不只台南有而已 何友宜說要把弊案 整個都翻出來查清楚 好 那綠電的來源 光電板為了什麼 為了要台灣有能源 有其他的補的缺口 能夠補得上去啊 但是缺電是怎麼回事 政府一直說沒缺電 尤其經濟部長台電 都說沒缺電 到底怎麼回事呢 民進黨批 外行又造謠 怎麼會草包 怎麼會缺電 沒有缺電 賴清德勁辦的發言人說 原話劉德英講的是說 只好相信 原話是說綠電發展慢 會影響台灣競爭力 說打臉非核家園是很惡毒的 可是我們大家都聽得出來 正常人 聽得懂國語的人都知道 劉德英講的真的是很為難 政府說不缺電 我們就只好相信 這當中的為難 跟企業界的這種憂慮 可以想見 但現在顯然也一樣 跟論文 信賞人都說 沒事情嗎 來看看他們怎麼做 剛剛台電好了 他們還拍了90秒的影片 要花公堂拍影片 然後告訴大家說不缺電 這個曾文森特別出來拍影片 強調不缺電卻被大家罵翻了 他說不是電力不夠 而是電網 系統 有問題 就差沒有說小動物有問題 一天到晚跑到我們電線 造成停電電網的系統損壞嗎 那麼其實這個下載 下修被載容量 就基本是最重要的專業的數據 可以告訴大家 你被載容量不夠 當然容易跳電 容易出了問題 就讓全台灣各地容易大跳電 他說沒有啦 我們不是因為缺電 才會下修這個被轉容量 是因為台灣用電量變高了又來了 上次說我們經濟繁榮 經濟好了 用電多了 所以原來錯 是什麼黃燈就很緊張 目前被轉容量是夠的 百分比要變成亮的 也是學者建議 是因為台灣用電量變高了 像上次說經濟變好了 一樣的概念 所以網友們會買單嗎 民眾會買單嗎 天之地之 大家都知道缺電 企業家也知道 國際企業 投資也知道 只有王美花主管的經濟部長 他不知道台灣缺電 所以賓哥怎麼看 從賴清德 他在整個主要的能源政策上 在台南他當時主政的縣市 只看到了光電板很多 賴清德有提出什麼能源政策 我從來沒聽過 只有說必要的時候 緊急啟用核能 他那個根本就是鬼扯 那個一聽就是要騙人的東西 核能怎麼可能緊急啟用 你平常不回覆處核能是怎樣 開關一打開就會開 這騙鬼的 而且核能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核能如果你用的時速 沒有到一年超過八千小時以上的話 基本上他 你用的時速越低 他的成本越高 你用到一千小時以下 他恐怕說我們現在 核能發電那個 這個成本的二十倍以上 所以核能不是給你這樣臨時 拿來就是當那個備員設施的 絕對不是這樣的東西 核能就應該是主力的機載電力 所以這些都是亂扯 那館長 抱歉 你可能講說副總統真的沒事幹 他真的就沒事幹 因為在理論上 他是可以不用幹任何事 因為副總統就是一個備胎 就是萬一總統掛的時候 有副總統可以頂上 所以賴清德是全中華民國 握有最大權力 可是什麼事都不用幹 他唯一要幹的事情 就是為了自己的選舉再努力 所以這就是擺在眼前的事 我們的制度 造就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 可是這也沒辦法 那你說建商樂見賴清德當選嗎 因為他說這個校弟 因為很多私校都要退場 校弟是不是就可以拿去 當社會住宅 我覺得很訝異的是 居然是潘文中認為可行 潘文中是建商嗎 教育部長 你是教育部長 能不能改社宅跟你有什麼關係 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到極點 這個好歹應該是 內政部長之類的 怎麼會是教育部長 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很奇怪 但是話說回來 那一些失效的用地 本來可以是當作教育用地的時候 教育用地可以隨便更改成 社會住宅用地 這個東西沒有法令上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突發奇想 然後所有的機制法條 都還沒有去做 那只是一個想法而已 那因為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所以潘文中這些人 就趕快捧他的場 就是這樣 其實真正的問題 不在於社會住宅不社會住宅 我們現在規劃的社會住宅一大堆 問題都沒動工 那有什麼用 你先把那些東西 先做完再說 不用去畫這些大筆 重點是 其實真正嚴重的問題是 這些失效退場之後 這些學生 這些老師未來怎麼辦 失業了 你們都不去考慮這個問題嗎 只想去畫大筆 這才是真正嚴重的問題 台灣的教育要出大事 然後我比講 現在民進黨到處狂推 所謂的什麼餘電共生 什麼其他的一堆什麼綠能 但是綠能就一直是個不能打 沒有用的廢物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他有先天的限制 太陽下山就沒電 沒有封的時候就沒電 那民進黨還硬扯說有電 然後還硬去扭曲 劉德英講的話 劉德英 對 他不好意思直接叫你去用核能 所以他說是綠能 可是為什麼他要講綠能 因為歐洲已經把核能 視為綠能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歐洲這些國家現在 他自己也知道 單靠他那些再生能源 他也弄不出來 所以他才只好承認 核能就是綠能 人家是這樣解套的 劉德英在告訴你 政府應該要這樣做 可是這個政府裝死 所以又笨又蠢又愛騙人 就是民進黨 然後台電這個總局 這個董事長真的250 你告訴我們說不是沒電 是因為電網不好 電網不好誰的責任 你不就你台電的責任 那你在講什麼 那都是你的事 你還好意思出來拍片 那趕快去修電網 你還 你不花錢去修電網 跟我們拍片幹什麼 然後更重要的就是 台灣就是缺電 就是煤電 為什麼 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 跳跳一個機組 全台灣大停電 已經常態了 那如果我們的備轉容量 是夠的話 怎麼會出現這種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嘗試 不要再睜眼說瞎話 從能源到整個國家大政 現在選舉的議題 有沒有人能夠針對話題來聊 至少賴清德提不出來 連台南這個議題 都沒有辦法解決 宇軒 對 所以我先講 你說光電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已經討論很久 它不只是所謂的這個 魚電共生造成的環境 跟產業的破壞 它甚至還有綠蟑螂 甚至是那個騙取農地 然後強佔農地 種種的問題早就一大堆 但大家不輕回回想 那你綠電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連10%都做不到 對不對 感覺上這貓膩那麼多 貓膩都還比你得到的成效來多 我必須要幫劉德英講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陳世凱 包括他跟張志良 兩個都是紛紛落選 然後民進黨中央回收再利用的 我實在是覺得 他們不要每天出來洗地 直接劉德英在記者會現場 原話清清楚楚 我們台積電在其他國家的廠房 都是使用全綠電 只有台灣做不到 因為台灣綠電就是不夠 它是原文是什麼 台灣就是沒有綠電 台積電原話是這樣講的 所以你現在出來到底洗什麼地 他甚至講綠電總共100% 其中台積電只用了4%而已 所以其他的都是你 台電通通拿走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要跟大家解釋是什麼 沒電就是沒電 好 你再講到這個董事長 台電統治長出來拍這個片 我跟你講 台灣不只缺電 這董事長也欠人家電 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先不要討論說 紛紛有許多的計畫性停電 跟這個突突其來的跳電 這個都是台電在整個 所謂的備載容量率 出現問題的狀況下 頻頻發生在全台灣各地的狀況 但還有一個最重要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不確定 那我就問 先前王鴻威委員也特別爆出來 核二廠運轉了 但運轉的不是核能機組 運轉的叫什麼 叫輕油發電機 輕油發電機是燒柴油的 各位 最近有一部影集 就叫核災日月 日本福島核災的 他說裡面當初就是因為這些機組 這些緊急 本來說緊急備用電源的 出了狀況泡水 所以導致整個核能沒有辦法控制 最後才會失控 結果現在蔡政府跟你講不缺電 結果另一方面又大肆的 從2017年到2022年 去使用這些本來是拿來做 救命使用的關鍵的燃油機組 硬是把他們吹到整個 甚至是什麼 功率到105% 所以你跟我講你不缺電 那你為什麼要把這個 明明是備用的東西 拿來用好用 所以顯然說不通 所以講白了 缺電是不是一個現況 就是台灣正在進行事 台灣缺電綠能又跟不上 那麼願意 所有2025的政策 現在都跳票了 台電做法是 告訴大家拍影片說沒有缺電 我覺得這大概就是 小英政府最擅長的事情 所以他跟導演關係很好 也可以理解 就是不斷的拍片告訴大家 騙大家 其實我在看 你看 民進黨說 批侯友宜外行又愛造謠 但是大家知道嗎 美商協會跟外商直言 台灣的能源政策有缺電危機 是國安危機 是國安危機 請問你怎麼不批人家外行 不批人家造謠 我們現在台灣的能源政策 就是出了問題 但是小英政府 就是不想要去面對它 我覺得大家要有沒有缺電 我覺得百姓感受很深的 企業感受更是更深的 大家記不記得兩三個禮拜前 南科整個降壓跳電 聯電它的晶圓片損失慘重 沒有出來講 沒有出來說明 同時間鼓勵 政府鼓勵了我們 不管是外商也好或是台商 把我們的晶圓 都通常要留在台灣 我們要變成台灣之光等等的 但是你給他們是什麼保證 不保證不缺電 不保證穩定供電 請問一下 對於台灣的整個晶圓發展 你覺得你現在有能力 把他們留在台灣嗎 這才是蔡政府 你要去好好檢討的地方 同時間台積電 特別刻意的隱瞞真相 他去講到說那個 台積電還是台電 對 台積電 台積電他們這邊他說 在賴清德的辦公室 陳士凱是說 他的劉德英的原話是說 綠電發展會影響 台灣的競爭力 台積電會努力的幫助政府 推動綠電的發展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不好意思 我這邊要寫一下 因為魔鬼真的藏在細節裡面 兩個地方 第一個 企業只能無奈的選擇 相信政府所說的 不缺電 企業還要幫忙 對 一旦缺電也奈何不了政府 第二個 目前政府的定義 綠電的成本 確實讓台灣的企業 沒有辦法吃綠電 國際上就沒有競爭力 是啊 這就是事實 到底為什麼還要騙台灣人 然後同時間間接證實的 就是我們的經濟部長 台灣缺電的證實就是你 王美花說 台灣用電量變高了 其實就是直接間接證明 台灣缺電是事實 你怎麼會把台灣的電壓不足 我們的供電有問題 你把它怪罪到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用電的問題上面 這個是我們的政府該做的事情嗎 為什麼不好好面對 現在的政策到底要怎麼做 如果國際間的趨勢 都開始慢慢讓核能 2000年以前我們大家沒有一個人 會反電非核家園 但是現在已經2023了 根據整個科技的變遷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你應該要去好好思考 不要再把任何問題丟給台灣人民 如果今天你們都沒有